都關西的時鐘夠了啦 各位不少人都把他買下去啦 你又不會說 你又不會說 我給你說 大家好歡迎收看你又不會說 我是婉倫 我是品君 我是你喔 從六月開始就進入除全席的旺季喔 人家都說有行情有行情 除全席我們就趕快給他買下去啦 喔你是錢太多喔 啊你除誰米買誰小心你就粗蕾 有婉倫為您示範粗蕾的美 這種行情當然要選高值利率的最賺啊 我才是真聰明 好那你是長投者嗎 你是說 長線的那個棒球投手嗎 Are you serious 我是不是 啊什麼真聰明啊 是真笨蛋啊 人家是指長期投資者啦 沒有啊人家說賺錢要快 誰跟你長投啊 好通常呢你要先了解你的投資屬性 你知道嗎 會去選擇高值利率概念股的人 會去買這樣子的股票的人 通常他都想要賺股息嘛 那通常這類型的公司呢 他都是營運相對穩定獲利穩定的公司 像哪些公司你知道嗎 像水電瓦斯 像電信業 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 遠傳 台哥大 金融股也是嘛 比如說賣飲料的啊 比如說黑松啊或者說全家統一超 這種獲利長期是很穩定的公司 他才有辦法就是配很高的這個現金股息 而且是長期穩定的配息 那你會選擇高值利率概念股 你就是希望拿到什麼 現金股利 現金股利嘛 穩定的現金流嘛 所以通常這類的投資朋友都是希望能夠放場 希望能夠錢越領越多 越領越多 越領越多 可是呢大家還是要小心 這樣子的公司 你要小心就是 避免零股息 賺股息 可是卻賠到價差 畢竟台北股市現在多少 今天已經來到 18000點之上了 又創下歷史高了 所以這一點大家特別的留意 欸對耶 說到這個儲物全息行情啊 大家都在想說 欸這不是就跟法說會一樣啊 法說會 欸這確實上漲機率是蠻高的喔 譬如說 正常一般的公司 他要召開法說會 一定是有好的消息 要跟各位投資朋友 來做一個這個宣布嘛 所以通常你不會業績很差 又跑出來辦法說會 所以法說會的當天 或者是隔一天 通常上漲機率是很高的 好那儲全息也是一樣 如果你不參加儲全息 那請問你是不是在前一天 你就會賣掉 沒錯嘛 對 所以儲全息當天 上漲機率就非常非常高喔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想賣的前天賣掉 當天只剩下什麼 不想賣的 還有空手想買的 所以上漲機率就會非常的大了 齁 那儲全息行情到底怎麼辦啊 看人家在熱鬧 我也想要到勞了啦 而且啊 除息是分配現金耶 你看除息除息除息 就是要你出息啊 誰不想要參加啊 沒錯 大部分的人一定都想參加嘛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 這個除息當日 就是只剩下這個不想賣的 跟空手想買的 所以當天上漲機率 正常來講 是90%以上 那為什麼有10%還是會跌呢 就是如果那天大盤很差啊 大盤很差啊 所以就有可能會出現 貼拳或貼洗的狀況 好 那再來呢 假設提供給大家一個小技巧 如果這支骨片要除全息 前面它已經先漲上來了 那我們建議啊 一般來講是不要參加除全息 因為本來要除息的 你已經先賺到了吧 所以你就可以先賣出 那你就先跑 對 沒錯 因為有些人會考量到稅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參加除息 有可能會繳更多稅 比如像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等等的 反而是讓稅付增加 喔 說到底我還是不知道 這個除全息行情 到底要怎麼賺啦老師 就像高整理率不選的話 那要選什麼啊 其實不用選啊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嘛 你就當天 既然上漲機率是高達90%嘛 那你就當天 我們有每一檔股票的出全息的日期嘛 你就當天 開盤進場買進啊 喔 那收盤的時候 你就把它做一個賣出嘛 那現在最多人不是喜歡做當衝嗎 那這就是另外一種變相當衝嘛 就像我們在操作法說會行情一樣 法說會前一天買進嘛 法說會隔天你就把它賣掉 同樣的道理啊 你只是把它搬過來 除全息行情這樣操作 那勝率一定是高的嘛 你要每一檔都參加 因為總會有一兩檔 比如說它是貼息的狀態嘛 可能就是因為當天大盤不好 但是如果你操作的股數 股票檔數是多的 那平均起來總和起來 這個方法是有機會讓投資朋友賺到錢的 哇幾乎穩賺啦 這就是當衝啊 等等 這時候賣壓就出現了耶 那不就是有好股可以趁此布局嗎 趁我們布局下一波 我們真的好聰明喔 沒錯想知道有哪些好股可以布局 我們都放在股民當價Telegram裡面 打給周回來共 317168趕快加起來 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Lio 北共我們下次見 掰掰